5月7号,长春中医药大学387名学生返校复学 首批返校学生包括承担重要科研任务的研究生、博士生 以及急需返校完成毕业设计的本科生 长春中医药大学是吉林省第一所复学高校 据了解,该校47名医护人员有援助湖北抗击疫情经历 积累了宝贵经验 学校有两所附属医院作为后盾 可以开展大规模的检测排查工作 长春中医药大学校长宋百林说 学校作为吉林省唯一一所高校复学试点单位 对学生返校后的工作充满底气和信心 在我们省内,乃至在武汉,在湖北这个过程当中 对疾病的预防和治疗都积累了一定的经验 所以我们应该说有自信,我们有底气 当天,该校分别在机场火车站 设立了接站点,学生乘坐指定车辆前往校园 进入校园内,首先要接受体温检测等各项检查 校方在每个体温检测通道都放置了一台机器 学生需上前刷脸 是疫情期间我们学校为了学生返校 然后采取的这样一个系统 已经确定返校学生的名单录入进去 信息也录入进去 等学生返校到校园之后呢 我们就会学生刷脸识别 然后就知道这个学生确实属于第一批返校名单里的了 对来自新冠肺炎疫情中风险及以上地区的学生 校方还会安排他们进行核酸检测 大概结果在九点钟之前吧就回来了 返回来了 返回来如果是阴性的话 我们学生就按部就班的就回自己的寝室 就可以隔离了 除了上述防控手段 该校还在食堂、宿舍 准备了大量中药预防代茶饮 方便学生随时取用 预防和治疗过程中总结出来的经验 这个代茶饮已经到现在 就我们吉利省不完全统计 大概有十几万甚至更多的人服用了 效果非常好 此外 为了满足学生的正常生活需求 校园超市、理发店、打印室、快递点等 会在校风监管下正常开放 食堂也将实行错峰、分批分驱 全天共餐制度 中文字幕中文字幕下人 非常感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